這個房子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銀湖山的一個北坡 我們來到這個房子 走到這個陽台 北面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湖 看到一些白色的大鳥在飛 鳥叫聲很舒服 一下就把我們給抓住了 剛好是我41歲的生日把這個房子給拿下的 這個房子是170平米,整個做了一個改造 從小朋友、從夫人的生活的模式上 他們都會要求一個相對獨立、相對舒適的空間 一層有玄關 客廳 廚房、餐廳 還有小朋友的臥室 入戶花園做成了一個真正的像室外的狀態 進門就做了一個非常好玩,開放式的魚池 水面在地面以下,進來的時候是很乾淨,非常平整 一開始的時候太太對家裡放一池這樣的水 她會有質疑會不會很潮,會不會很難打理 事實上後面有非常複雜的過濾系統 給氧氣的系統 這全部都藏在這種非常小的一個高度的空間裡面 養了11隻井裡 紅色會提升空間的靈性 我的小朋友每次回來也會在水邊待很久 跟這些魚一塊兒玩一下水 吸吸一下 整個狀態特別像室外的圓林 我和太太都非常喜歡跟朋友交流 需要一個小型的聚會空間 做了一個可以伸縮的廚房 平時廚房的狀態是一種溫馨的 比較小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很多朋友來的時候 到台把它拉出來 變成4米多接近5米長 客廳的台階包括延伸到陽台 都變成了聚會空間的一個部分 給我小女兒專門的一個套房 使用了她最喜歡的一個藍色 她也有她自己的落地的玻璃窗 通過她自己的動手能力 打扮她自己的房間 二層是我的書房 還有一個客人房和主臥室 二樓和一樓交界的所謂安全護欄把它取消了 直接用了這個書桌來取代 坐在桌前 只要一抬眼 就能夠看到下面的水面和景觀 小朋友他們在下面玩 雖然我在辦公 然後也會跟他們時不時插一句嘴 有很及時的一個互動 這一年搬進來以後 一家人的感情也都變好了 平時小朋友去學校上學以後 我和我太太兩個人喝喝紅酒 坐在這個台階上聊聊天 這種生活很多年都沒有了 像在世外桃園這樣的一個狀態 Lun Sang 之勝 全家與台灣百貨 雖然人敬人 還有很多女子